春节的时候,全家人都要去一个寺庙去拜佛,而婆婆她们跟我说,女妇是不能去寺庙,去了这块严重的话,以后小孩会痴呆,轻的话会在小孩身上印一个猜忌,就怕脸上有个猜忌,不觉得这是挺迷信的,还是去爬山,就是去了寺庙,现在心里有些忐忑不安,不知道了有没有孕妇去过寺庙,然后生出来很健康的。 这是一位准妈妈的先生,孕妇去寺庙烧香拜佛,其实很多地方都说孕妇不能去寺庙,不能沾染这些东西,怕招来恶运,怕小孩子变丑,还有很多地方说,孕妇不能烧香,不觉得还是尽量不要去,为什么呢? 孕妇去寺庙烧香拜佛,我认为比较科学的讲法是,寺庙里一般都弥漫着香的味道,香中有射香的,忠一说香有流涮性,能活血,能导致流产。 孕妇去寺庙烧香拜佛,还有一般寺庙都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,不管是坐车,走路,都是比较费神的。 孕妇容易受到劳累过度,寺庙圆多孕妇可能会被挤着山车,风险比较大,寺庙比较远,所以还是建议孕妇少去这些地方,当然就是不小兴趣了,相信大慈大悲的菩萨,会保佑孕妇的。 不能因为不与不希望害怕,影响了自己的心情,心情紧张害怕了,那才会影响到宝宝健康呢。 话说朋友们,孕妻你吃过自料吗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